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一支SR-S60C的实际器也是采用比较高端的AP5PRO 也就是这个梅桶里面的高端的实际器 可以收打板的音色 纸板采用的是Rosewood玫瑰木 琴弦采用的是ELIX琴弦 这支琴呢还是搭配着这个原厂的皮箱 我们注意看这个琴玛的附近 这里有一个标志就是提醒大家不要 这两个弦枕旁边呢 它是有这种六角螺丝进行调节的 这种是调节压杆神移器 轻易地不要动它 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来听一下它的原声 从风起和 那么这种筒形呢叫做Juanat 41次筒形 因此它的声音的特点呢 相对于这种 它的OM筒形的音量会更浑厚一些 但是它的声音和背色玫瑰木不一样 玫瑰木会比较相当的清晰和结实 那么这个声音呢 它的低频部分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空灵一点 没有非常沉的这种音色 然后我们来听听它的扫弦的声音吧 下面呢我们要重点来介绍一下它的电箱 我记得是罗兰的AC33 我们打开它的这个Volume的这个推子 我们把这个Pixel打到最大 也就是它的压电时期打到最大以后 我们把麦克风关闭 大家来听一下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麦克风打开 我们把Pixel 也就是压电时期稍微削弱一些 这时候我们的音响里面传出来会 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那么平常如果我们的演出条件可以 我们可以把麦克风比例稍微大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麦克风太大了以后 它会引起笑叫 有的时候为了稳定呢 所以你把这个压电的声音也可以开得稍微大一些 OK 让我们来听一下声音了 音乐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么这个AP5呢 还是我们在平常接触的吉他里面设议的是 非常的阴色的设计 包括整个的传感和面板 它的这个共振度非常的合理 也就是为什么这支缺奖的 要比那个原生的要贵很多 它的售价贵了靠近3000块钱 这样一个摄影器 来自于MATAL的SR-S60 摄影器为AP5 Pro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